风吹麦动 古连天 欢歌笑语 庆苍茫 月圆之夜 金有石 开门银课 送风年 风烧之夜 画风烧之喜 迎风烧之客 风烧来敲门啦 乡村振兴 新时代欢乐共庆风收年 大家晚上好 欢迎您收看CCTV7农业节目 特别为中国农民风收节制作的 风收来敲门 张伟 你知道吗 有句话叫做五谷风灯秋风史 家家户户庆风年 秋风作为二十四节气之一 昼夜平风 秋高气爽 既是秋收 秋耕 秋种的重要时节 也是稻谷飘香 谢肥菊黄 踏秋赏景的大好时节 说得这太惬意了 没错 在这样一个收获的季节 我们迎来了首届中国农民风收节 咱们农民是今天不折不扣的主角 亿万农民朋友都在品味着风收的喜悦 各地农民也以各种形式庆祝着 这个属于自己的节日 农民的节日 农民乐 那接下来我们就通过镜头 先来看看咱们各地的农民朋友 是怎么过节的 今秋时节五谷风登 瓜果飘香 大江南北一片风收的景象 在这喜庆的日子里 首届中国农民风收节主场活动 今天在北京全国农业展览馆举行 大家可以看到 现场设计成了一个农村的打鼓场 再现了农村五谷风登 两满仓的风收景象 威风锣鼓也是气势磅礴 雷出了风收的豪情 可以说整个会场到处都洋溢着 喜庆祥和的节日气氛 活动一开始 首先通过大屏幕 播放了习近平总书记 代表党中央 向全国亿万农民 祝贺中国农民风收节的讲话 9月23日是秋分日 我国将迎来第一个中国农民风收节 在此我代表党中央向全国亿万农民 致以节日的问候和良好的祝愿 设立中国农民风收节是党中央研究决定的 进一步彰显了三农工作 重中之重的基础地位 是一件影响深远的大事 秋分时间 全国处处是五谷风登 瓜果飘香 广大农民共庆封年 分享喜悦 举办中国农民风收节 正当其时 我国是农业大国 重农固本是安民之机 治国之要 广大农民在我国革命建设 改革等各个历史时期 都做出了重大贡献 今年是农村改革四十周年 四十年来我国农业农村发展 取得历史性成就 发生历史性变革 希望广大农民和社会各界 积极参与中国农民风收节活动 营造全社会关注农业 关心农村 关爱农民的农厚氛围 调动亿万农民 重农 务农的积极性 主动性 创造性 全面实施乡村振行战略 打赢脱贫攻坚战 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在促进乡村全面振兴 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中 谱农我国农业农村改革 发展新的华彩乐章 中国农民风收节是亿万农民 庆祝风收享受风收的节日 也是五股风灯 国泰民安的生动体现 今天全国各地的农民 也结合当地的民俗文化 农时农事 举办了丰富多彩 各具特色的庆风收活动 这里是位于福建省游西县的联合梯田 金风送爽 稻谷飘香 层层叠叠的梯田上 声声号角 响彻 首届 欢庆中国农民风收节活动的现场 游西县联合梯田 依托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金字招牌 催热了农业特色产业 和乡村旅游健康发展 游西县是我们农民的节目 这样子把所谓的闹非常好 我们跟这些农民也感到很幸福 很高兴 活动现场 来自中国联合国粮农组织 南南合作项目 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能力建设培训班的学员们 与当地农民欢请佳节 共同祈愿来年风调雨顺 五谷风登 我现在是在湖北省夷山市的阳鹏村 今天是中国农民风收节 当地老百姓 以他们特有的方式来庆祝这个节日 旗袍秀表演者都是来自 襄阳当地的民营女企业家 他们懂农业 爱农村 爱农民 他们和农民朋友一起 秀美丽 闻道香 庆丰收 欢度首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位于四川省梁山州的惠里县 今年十六喜获丰收 一个个独具梁山地域民族风情 农耕文化的瘟疫演出 拉开了中国十六之乡 庆祝农民丰收节的序幕 十六王评选大赛 吃十六 传十六趣味比拼 诗意山水 梦里流香 十六摄影作品展 十六采摘体验等系列活动 描绘出一幅火热丰收 共享欢乐的美景 刚看了各地举办的活动 真是丰富多彩 展现了咱们农民的精气神 而全国各地举办的这一系列 具有地方特色 民族特色的农耕文化 民俗文化活动 更是让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 有机融合了起来 其实说到丰收节 我们国家有十几个少数民族 都有庆祝丰收的传统节日 是的 我知道就有奢族的丰收节 藏族的旺果节 遗族的火把节等等 但是今天这个节日 更具有时代的意义 因为这是第一个 在国家层面 专门为咱们农民朋友 设立的节日 没错 设立中国农民丰收节 可以让人们以节为美 释放情感 传承文化 寻找归属 那世界上也有很多国家 在农产品收获以后 会举办农市节日活动 对 比如波兰的丰收节 美国的感恩节 葡萄牙的农业节 俄罗斯的农田日 巴西也有这种丰收之后的 狂欢的节日 这为我们设立中国农民丰收节 也提供了不少借鉴 金秋遍地乡 腰有聚农庄 今天晚上我们这个农家小院 也将邀请很多来自不同地方的乡亲们 来做客 跟我们讲讲他们丰收的故事 而且还会带着礼物来 你来就来呗 还带什么礼物 带什么礼物我到底是 你提到礼物 瞧把你给饿了的 我跟你说 今天来到我们小院的客人 将分别给咱们带来一道美味佳肴 而且这些菜最后将组成一桌 琳琅满目的丰收宴 咱们所有的人一起来品尝丰收的味道 太好了 我就期待着这桌丰收宴 不行 这说得我这肚子就有点饿了 没错 为什么到这个时候还没有人敲门呢 你说 别急 这好饭不怕碗 你看 说话间来人了 来人我们看看 看看谁来了 第一位客人是谁 来 来来来 请进 来就来呗 还拿着泥铸 还拿着青蛙 你说丰收杰 还有大 你拿着竹子来干什么你这是 水稻这是 摆在咱们这小院里 来来来 快请坐 请坐 我先介绍一下 这位是咱们来自湖南李林的 七张生七大哥 是咱们普通的一位村民 这位呢是中科院的研究员 夏新界夏老师 七大哥赶紧给多哥说说 这是啥呀这是 这是我们的固形岛 这是水稻 对呀 巨型岛 不可能 所以说 个子高吗 我们最高的 有两米多 这是普通的 来来就多比比个 比比个 比比个 我这一米七几 最高的有两米多 巨型岛 对 咱们现在稻子 已经都能长成这个样子了 这个有多个 这个得两米多了 我觉得 这个有两米多了 这个算上边得两米多了 两米块砂板 这是您研制的是吗 对的 这是您种的是吗 我们不但是 登了这个固形岛 里面还有青蛙和泥鳅 你看 有巨型岛 有稻田里养的青蛙和泥鳅了 接下来咱们来听听他们 到底是有什么样的丰收故事 咱们先来看看 好不好 来 先来看看 我等庭做斧头 做个38年的 哎呀 画不高 你看看它吗 这是我们建议的 种的那个固形岛 它有1米8到2米 固形岛产量高 高20% 我这个芳草目前就是靠产量 真有模式 所以是有轻浮 别看我这个卧席 还还有太阳浮 我的国外资料 为了我的我这个青蛙家 加速 我这个就还有加力光丰富 就在这里这个超过一桥 一轻浮 可以增加到产量水利 300斤 你不想想我给你送别的 我的用意味来说 生头米 能够450斤 价值9千元 青蛙 能长到1千5百斤 价值 靠它到2万4千元 鱼 三百斤 能买到4千5百块钱 你一乔 也能长300斤 价值也能它 4千5百块钱 事有何能来 等于4万2千元 能它到4万2千元 你看我 我是分手不 三万长 你说分手不分手 不是吧 我都看傻眼 一亩地4万2 这稻子好不样的 你看就这么大 怎么才能变成这么大 我们研发这个举行到 2006年开始 结果十来年的这个研究 最终才达到这么一个状态 这个这个突边的山险 那个高中险高 优州险鱼 又绕着这个鞋梗 扎椒 还有优石 扎椒优石 最好我也产生到杂椒 这样再把它高中显高 优中显优 不断地杂椒 优中选优就能做到这样 就是我现在拿你的品种 我回家种也能种成这么高 可以 我看它不光是个儿高 它那个碎儿比这个也大不少 所以我就特别想问夏老师 就是为什么一定要培育这么高的这个巨型道 以往这个水道右肿专家 它这个右肿研究 都是通过这个铁高这个经济产量 及这个收货指数 来增加水道的产量 但是就模型的这个水道上回来 和收货指数来说 已经基本上是接应了这个上限 就现在水道的收货指数 它还是0.5左右 高一点低一点 它是这么一个上回来 就是说一斤稻草 结一斤不止 这已经到极限了 这个什么东西都有好有坏 你看这个儿倒是高了 农业上讲究抗倒幅 你这这么高 稍微刮点风 那不一片一片全倒了 它有三个腰瘦 一个是它的筋很臭 它的筋感有的有 一般的水道有两个 两个怎么臭都有 它很臭 基本上是 第二个是 它这个筋感的这个 纤维硕的含量 我们简单分析了 它便一般普通道的 这个筋感的纤维硕含量 要高距百分之二十到三十几 我这个矩形的还有第三个 很重要的特点 叫做脂肪叶瘤 脂肪是黄色的 收了 叶子筋感还是轻的 那么它不伟严 它还有张力 这样的话它的筋感 还有一个问题 我要把你这个稻子拿回家去种 这个投入会不会增加 投入其实可能 上脑龙成本的时候可能还要干少 为什么呢 因为我这个矩形道它差得很稀 一般的普通道有什么一万多区 是吧 对 我这个一毛钱就是三四千区 差这么多 就这三四千区了又少了 只有一般到处的三分之一的这个都收 那么你要结实很多的成本 那还有一点 它这个光这个 不光是结的稻米多 它杆也多 这杆的利用率也很大了 我想到一个问题 你说到这个杆 我得问七大哥 这么高的聚心道 那你种起来收割起来 好不好收割 现在都是用鸡节化吧 这也可以鸡节化 收割机 抬高一点就行了 那一般的这个水道收割机 都可以什么 它还能做几个印头 就是可以打赤料 它还可以做建材 建材的 它还可以把它搞碎一点 就放在田里面 直接还田 还田 清花各种也好 面前也能做肥料 哎呀 丰收之乐 喜从何来 你看就从这个来 充满了自豪 那七大哥 你先总结一下 你丰收给你最高兴的是什么 给我最高兴的就是 就是这个顾心道真惨了 真惨了 我就高兴呗 夏老师呢 您的丰收之乐 把大夫抵抗这个能力的产器 是吧 这是我的这个丰收的快乐 是吧 哎呀 你们俩来到我们小院里 真开心呢 是啊 所以我们今天说这个农业科技 还有包括农业机械 现在这种推广普及 让咱们国家的农业生产率 确实是大大提高了 对 而且还有智慧农业 还有智慧农业 没错 接下来我们通过小片 先来看一看 来 国以民为本 民以石为天 农业大国如何坚守18亿亩耕地红线 农村劳动力加速转移 怎么破解谁来种地 如何种地的难题 依靠技术创新 驱动农业现代化转型 中国在行动 五亿亩汗辣保收高标准农田 让农业不再靠天吃饭 农田有效灌溉面积超52% 设施农业超过5500万亩 主要农作物机械化率超过65% 三大主粮作物机械化率超过75% 随着人工智能时代的来临 中国农业已经开启智慧农业大门 安全高效的无人机职宝 非房作业 全天候实时监测的物联网传感技术 数字化猪脸识别 助推养殖业转型升级 以技术创新为引擎 我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与市场竞争力不断提升 今天的中国农业 已经踏上了新征程 在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 享誉世界的杂交水稻之父 袁隆平也有话跟咱农民说 咱们一起来听一听 今夜我们歌声丰收 坚持梦想 让我们成就未来 我们的杂交水稻技术 独步全球 农业国际的进步 不仅农民征收 更解决了 14亿中国人民以吃饭问题 如今我已进入茅迪之眼 但中国农业依然真真是上 第三代杂交道年旧成功 原谅我的活下成梁梦 开上了杂交水稻的新一石 这是中国农业科技的一小步 就是世界粮商安全的一大步 足复 中国杂交水稻 米香漂人间 今夜我们歌声丰收 我庆丰收 我更快乐 袁老说得真好 我丰收我快乐 我觉得你看咱们丰收来敲门 这敲的第一个门就是锯 又来了 又来敲门的了 我还想吃这个 我好像闻到香味了 小龙虾 这个真是 小龙虾还吃了 我的小龙虾 来 请坐 请坐 汗出来了 这个生的柔子 你看这个丰收来敲门 敲的第一个门就是巨行道 我现在还惦着着巨行道 做出大米饭来 好吃不好吃呢 小龙虾又上来了 又来了好吃的了 介绍一下 介绍一下 来 这位是咱们云天化 古兵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易轩 欢迎 主持人好 这两位是来自湖北荆州 小龙虾养殖基地的 两位负责人 他叫吴俊 他叫尹学军 主持人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农家小院 你们为啥要带着小龙虾来 有什么特别的吗 吴俊 你先说说 这个我这个带的是 这个麻辣的小龙虾 这个小龙虾呢 就是这次出军俄罗斯 参加这次世界杯的 世界杯 就是现在在你面前的 到处都说那个世界杯 咱们中国的小龙虾 对 遇到这个俄罗斯 对 十万只小龙虾 就是你 我感觉这个香味一阵一阵 往我这儿掉 这一盔是学军下来的吧 说那个之前 我要先给大家看一下这个 这个是昨天早上从虾堂里面 现场起到今天早上 到了北京 然后现场处是 推荐的清蒸的小龙虾 这是活的 活的 这个是新铁 活的清蒸的 麻辣的是你做的 麻辣的 清蒸的是你做的 我怎么感觉它两个人一做 就有骨骼要竞争的感觉 咱们这个丰收之业 到底能上哪一盘小龙虾呢 我觉得咱们先看个短片 了解了解 你能不能当中世界的人民 都知道你这个小龙虾好吃呢 世界杯开幕式 这是一个很好的奇迹 俄罗斯那边的那个 食客们 各个几乎都是跟我们树的大门 给养殖户和我的合作社里面的 一些社员 跟我多方打电话 搭上你们的顺风车 跟这一块也到俄罗斯去 对啊 我们下也养得好 我们是达到二绿 营用水的这种水质标准 水质非常地清深 威慕无礼 哇 这种不大虾 那我们刚刚这一龙起上来 大线上下我们起来 我们将那百分之间进入十 我们也可以生产出 就是高品质的那样的龙虾 紧入过去设计 肯定我们 对我们虾龙来说的话 我们肯定更有行刑了 看着小天先过过眼影 东哥你就别摁着了 你直接上手了吧 我就特别 现在品尝一下 品尝一下 你看你看 你能把手套的带来吗 我好像对这个麻辣的 特别感兴趣 这样 你在这吃着 你俩分别说说 自己这个小龙虾都有什么好 你俩可以变成一把 就是现在我们 放在桌面上这个小龙虾 和当时到俄罗斯去的 那个小龙虾是一模一样的 味道也没有特殊的 做过处理 然后我们当时 带到俄罗斯去 带了有三种口味 一种是这个原味的 还有一种是五香味的 再就是这种麻辣味 麻辣味的 当时我们没有想到 这个麻辣味的 在俄罗斯 对对对 参加世界杯的 去看世界杯的人 都在吃我们这个麻辣味的小龙虾 他俩往这一坐的时候 他就有点不服的感觉 对呀 我在上的先吃麻辣小龙虾的时候 他就说 小龙虾我这个Q弹 我这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尤其是刚才那个短片 对呀对 他竟然喝了一口 对我是觉得那会儿 他特别不服 你怎么感觉 你有什么不服 现在给你时间表达一下 这个不服确实是有底气 刚刚给大家看 我喝的那个动作 其实是确实想搞 想要告诉大家 这个水啊 确实是达到 这个爱律水的这个标准 水质非常的清澈 我今天自作为把这个水瓶 突然这个地方 这就是模拟我们在基地 现场的养殖的环境 移到养不平 就是这个样子 对 这是我们的水场 你看那虾好幸福的感觉 这个小龙虾喝的就这么清澈的水 吃的就是这种原粮 五股原粮 存生物发酵的五股虾粮 吃的是这么高品质的这个粮食 喝的是这么好的水 不是你的意思 说来说去 它就是占了一个俄罗斯的概念 其余的你都比它强 是这意思吧 可以这么说 可以这么说 有一个问题 我有点不了解 你看那个外国人 吃好了你的小龙虾了 世界杯结束了 捞不着吃了 他从网上去订 他在国外 能吃到原汁原味的小龙虾吗 就是原汁原味的 他在国外 怎么能吃到原汁原味的 国外原汁原味的 然后我们通过我们的 那个高科技的手段 然后用最现代的那个 现在的这个液氮技术 就是说在 冷冻 对 正常的温度 在三分钟之内 降到零下15度左右 然后它就锁住了 这个小龙虾的鲜味 它就把味道锁住了 然后 就不管你在世界各地 什么地方 然后你要吃的时候 一开袋的时候 那个就是还原了 95%的那种鲜味 就什么都不用管 就是这个味儿 我们是 享受的是这个虾里面 最原始的味道 原味 清蒸 对 就让大家吃这种味道 但是我们 因为刚刚说到这个 也说到这个出口的词 我们也在为一带一路 在做 还真做了一些调查 就是把小龙虾 出口到这个一带一路 因为小龙虾 作为中国的这个名片 我们叫金猪出品 无表味道 中国名片 世界礼物 那就不能让中国人 享受了 一定要让全世界人民 尤其是一带一路 国家的人民 也要享受到 那我们之前 有做的一些这个调研 发现这个 我们除了要把中国 以食物为载体 把这种麻辣味 一定要让他们尝到一碗 当然我们也要 给它准备上原味的 原味的 但是我们也要 去考虑一下当地人 他们一些特殊的要求 比方说他想 吃一些自己熟悉的味道 他可以在这个原味 系统上进行加工 原味 他想怎么调 就可怎么调 原来是 这个新的一个方法 我现在就很好奇 一件事 不知道两位当奖不当奖 你看看你的十万值 王范 现在名气也有了 我这是出口俄罗斯的 赚多少钱 这个很保密 这个我很保密 但是我跟你说 还要赚个十块八块的 他就不用保密了 赚多少钱不重要 但是我的想的是什么呢 赚多少钱不重要 还有比赚钱更重要的 我觉得把我们 荆州的小龙虾 这个品牌 这个名气打出去 对 这个文化 给带向 走出中国 走向世界 这个是我用多少钱 都买不来的 这就是我的丰收之乐 好 其实说到这个农产品 这个品质提升 包括农业的 这个转型升级 提升增效 其实现在各行业 都很重视 就不光这个养殖业 包括种植业等等 像这个宣刚 我估计云天花 应该是种植业 是比较这个考虑多一点 是吧 那您对这个 从这个农产品 说开去的转型升级 您有什么理解 我们的服务 和融入这个乡村 这些战略 就是把我们生产的 这些肥料 龙说成这个绿色 健康安全 服务 这六个字 绿色是指的 我们有三个层面的含义 第一个就是我们 有绿色的矿山 也就是说我们追求 我们在生产 这个开采的时候 追求与自然的和谐 就是说我们 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 来生产我们的产品 第二个就是我们绿色工厂 这个也是跟我们周边的 社会环境相融合 第三个层面 就是我们的绿色产品 绿色产品 不是说我们追求这个产品 能够实际上增产多少 实际上我们现在 就是说绿色产品 就是我们追求 我们产品的质量 能够给我们下面的 比如说像我们的原粮 蔬菜品质的提升 那将来你们 有没有可能合作呢 感觉是不是 也可以交流一下 我觉得有可能 因为我们现在 从这个上面来说了 我们在产业链的上端 他们是在这个产业链的 就是中端吧 据我了解 还像荆州 乾江这一带 养龙虾 它都是跟那个水稻 在一起种的比较多 对吧 那水稻 你要保证水稻的 就是高产或者高质 它也离不开化肥 但是化肥 它不一定的对这个龙虾 它是很适应 因为它毕竟一个是植物 一个是动物 在这方面呢 我们可以兼顾到龙虾和这个农作物的需求 开发一些新的产品 今天来到咱们的农家小院 不仅呢 要带上我们的丰收宴 一道丰收宴 分别要给我们介绍一下自己的丰收之乐 高品质一定是要意味着这个在养殖端一定要非常的去那个给优质 要求非常的高 那对于这种小龙虾我们的收购价都要高一到三四块钱 那你一定要让农民要知道 当他真的是良心 将心去养这个小龙虾的时候 他一定能够获得好的这个回报 优品一定会 这也是你的丰收之乐 我们最大的一个心愿就是通过我们的努力 让我们的农民更富 农村更美 我们的农业更强 我们也在一直一直直直不倦地为这个目标来努力 之所以说让他们来交流一下 其实我觉得看似是两个产业两个行业 但其实他们的生产 关乎着农业生态环境整体的一个维护 其实还是息息相关的 包括我们国家很多先进的农业技术 比如说说到刚才是水稻 咱们国家杂交水稻 杂交小麦技术 都是叫着响的 那么在一带一路 国家当中也为很多其他国家的人民 带来了很多福祉 他们也是非常的高兴 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21世纪水养过中国人 1994年的夏天 一位外国学者曾发出过这样的质疑 他澳大利亚 臣猫 她杀了 王大利亚 我们一起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成为了中国在全球农业领域的标志性影片 它们在全世界的各个角落 拨洒着希望的种子 为全球的粮食安全体系建设 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从小片里我们能够看到 中国不仅解决了自己吃饭的问题 还愿意和世界分享农业领域的一些先进技术 而其实很多国家对于中国农业是充满信心 并且希望与中国加强农业合作 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国际友人的心声 忠心祝贺中国庆祝首届中国农民丰收节 中国农民丰收节是中国在国家层面 为农民设立的首个节目 布隆迪环境农业与木业部和布隆迪农民 忠心祝愿中国辛勤劳动的农民们 节日快乐 中国的丰收节也给所有人提供了一个了解中国文化的机会 在此我祝愿所有中国农民以后年年丰收 平安喜乐 我忠心地祝愿中国农民能获得丰收 节日快乐 今年恰逢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 这一改革始于农村 因此首届中国农民丰收节在今年举办 意义非凡 忠心祝愿本次庆祝活动取得成功 我们祝愿中国农业稳步发展 祝中部农业合作互利共赢 祝中国农业持续健康发展 圣土中农业合作互利共赢 今天我们共同庆祝丰收的喜悦 我们相信中国农民正在发挥自身的影响力 看了这个小片啊 让我觉得呢 咱们中国农业呢 真是越来越牛了 为全球农业的发展 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中国是农业大国 中华农耕文明远远流长 那农耕文化是悠久厚重 自古以来就有贵土种农的这样一个传统 正是一代又一代的农民 用他们的辛勤劳动 推动着农业的兴旺 作为一个庆祝丰收的节日 中国农民丰收节 树立了一个鲜明的文化符号 并赋予新的时代内涵 乡村要振兴 需要物质上的丰富 也离不了精神上的支撑 风烧之夜 画风烧之喜 迎风烧之客 风烧来敲门啦 来短信了 我从网上订的东西 咸鸭蛋 超级无敌好吃的虾蛋 到了 是吗 网上订的这个虾蛋 这一款虾蛋 超级无敌的 你帮我开门 你看 你帮我开门 说到就到了 我去开门 咸鸭蛋来喽 我的咸鸭蛋 人呢 这是什么 请注意避让 请注意避让 还请注意避让 你这快递够高级的呀 不是一般的快递 你看 我要站在这儿 它就是请注意避让 请注意避让 请注意避让 我跟你说高级就高级在 你看 我要打开手机 Open 然后门就可以打开了 看 还真是 自动就打开了 你看 还配着剪刀 帮门一打开 许总高级后 记得帮我关门哟 好好 帮你关上 门关上 你看看 期待下次再见 对我的服务满意的话 别忘了五星好评哟 比星 还要给他比个星 来 我给你比个星 你看看还比个星 你是男的是女的呀 你是 主人 我只是来送货的 不能陪你聊天了 我时间很忙 我要走了 好吧 再见 可爱 太可爱了 我得给他打个五星 我已经给他打五星了 来 咱们尝尝鲜牙蛋 来 再见 好的 再见 请注意避让 请注意避让 哇 来来来 咱们尝尝这咸鸭蛋 尝尝这东坡刚定的咸鸭蛋 尝尝啊真是 这个好 流油 这个好 这个好 我跟你说我定的咸鸭蛋 好棒啊 这一下子下去真是 立刻就流油了 这个 好 谢谢 谢谢 这也得接住了 谢谢 都得尝尝 这是 一会儿停放在那里头 怎么还吃着一会儿流油了 你这是从哪儿定的啊东坡 我爱这咸鸭蛋 这个咸鸭蛋 这真的好 这个咸鸭蛋是有来历的 不是一般的咸鸭蛋 它是有来头的咸鸭蛋 今天呢你们给丰收宴又增加了两道菜 来 来 把这个放到我们的丰收宴里 来 好 咱们一起来看一下短片 来 好 然后 修音 今天半月七十 那妈写个时开始研炭 我爱做炭 做了几年 修音沿着研炭 很好吃 吃得很欢喜 又很有味啊 又不会太咸啊 跟别人家里那个咸啊 它就不一样 我的奶奶廖修音 她一共有七个孙子 我是她的第四个孙子 很多人都在寻找这种奶奶的味道 能不能把奶奶的这个故事 讲出来 讲给大家听 效果还是不错的 他现在的鞋鸭蛋好迈 我的鸭蛋也更好迈 我从一千头 养到现在五万头 我心里高兴 我心里高兴 你这个父母 从奶奶行不 我起水口里传下去 我蛮欢喜 料奶奶的咸鸭蛋蛋白比较嫩 蛋黄又有一种独特的香气 而且起砂起油 你们知道奶奶几十年的手艺 她有什么独特的地方吗 欢迎料奶奶呀 来来来来 欢迎到我们家农家小院来做课 那鸭蛋是您做的 太好吃了 来 好吃的鸭蛋就是料奶奶做的 奶奶你太伟大 太好吃了 你看鸭蛋 这是料奶奶的孙子 张扬 张扬 奶奶你给我们透露一下有秘诀有配方吧 油调料 调料都有什么呀 奶奶已经带过来了 这个就是腌制这个 对对 咸鸭蛋的自己做的调料 对对奶奶 奶奶经过几十年我说的 我就有一件事我是最好奇 怎么才能既不咸还流油 都跟这调料有关对不对 有关系 您尝尝 我觉得这有点像麻将 像吃火锅的麻将 这能吃吗这个 能吃 这不就是包在外面都是泥啊 您尝尝 这秘方一般人吃不到 怎么样 这个 跟刚才鸭蛋那个味是不是有点像 还挺好吃啊 这都归你了 这个泥土能吃 什么什么 这个泥土能吃 这是我们 真是泥土 真是泥土 我的天哪 我来先给你介绍一下这个泥土 为什么我吃之前你不告诉我这是泥土啊 是这样 这个是我们瑞金独有的独特的那种红土 它其实还是负稀的 我问你一下 这个土真的能吃啊 没事 能吃 吃很开 这是您研制的配方 你怎么知道能吃呢 我知道 一个泥巴很好 也 对 言他脑子都很好吃 我觉得我这辈子第一次吃 吃土啊 我看你还想再来一口的样子 不过真的很好吃啊 真的很好吃 做咸牙蛋之前啊 我们也要经过四道工序 才可以用来淹制咸牙蛋 所以说这个泥土也不是一般的这个红泥土 其实你不知道我呢在网上啊订奶奶的咸牙蛋呢 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啊 奶奶是一个网红卖咸牙蛋的奶奶 对啊 是不是网上 是是在网上直播卖咸牙蛋 对 奶奶现在特别出名 特别有名 很多人都买您的咸牙蛋对吗 对 因为我们现在咸牙蛋每天的销量 基本上都是在六千颗左右 每天 六千颗 六千颗 对 那奶奶能忙得过来吗 给我们提供蛋元的养牙货 贫困货就有九十多货 然后间接的这个劳动生产力 大概是在一百多人 这个月饼是怎么回事呢 因为明天是中秋节 这个是用我们家这个咸牙蛋蛋黄做的月饼 所以说我在这里想给奶奶给大家 就是做一身这个中秋快乐 喝家鲜做 谢谢 谢谢 东锅这个我可以提供 不是 你先蘸个土再吃 来 奶奶也尝一下吧 奶奶 你先来一块 这个给您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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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尝一块 来 一口一口 奶奶东锅这个给你 你把这个给我 来 你拿一块 好 来 来 来 我拿过来 咱们都别闲着 我跟你说 这个要买的虾蛋是超级 超级无敌好吃的虾蛋 吃的月饼 不是 尝一尝 尝一尝 绝了 亮奶奶 丰收你最高兴的是啥呀 高兴啊 没点钱 我很高兴 真实在 对 对啊 赚钱带着大家一起赚钱 对对对 张扬那你也说说 你的丰收之乐 我最高兴的是 我们这些这个小农民 然后跟这个大城市对接上了 其实呢 这个咱们在农村呢 有很多像奶奶这样的 这个传统的手艺来 能够通过互联网 让大家这个都知道 那这也是 这就是我的这个丰收 是的 的确啊 现在互联网已经渗透到 农业生产 农村经济 农民生活的各个方面 可以说正在给三农 带来一场深刻的变革 而且呢 互联网后面可以加的选项 还真是特别的多 每一种组合啊 都可以让人耳目一新 现在的农业是 既接地气又显阳气 当下啊 利用互联网玩出新花样的 农民还真不少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也请亮奶奶和张扬 到我们的小茶桌那儿 喝杯茶 好吗 谢谢 来 好 来 慢点 随便在三餐早点 这个菜就可以了 感谢你们 所以准备刚一出锁 味道不错 今天在河沟做了点螃蟹 蒸了个猪童螃蟹 喜欢忘了作品 点个赞呗 其他小费作品 挺便宜 把鸭子淹 水开捞住 洗个最水的澡 下锅包炒 炒至金黄 八角香烟 蚝油 生抽 老抽 翻炒上色 八点的鸡牛 视频现在已经快十万了 互联网新技术的应用 不仅改变了农民 延续千年的生产生活方式 还把新思维 新技术 新信息 带给了数以亿计的中国农民 海量的信息流逝 不可挡地推动着 新型农民的华丽蜕变 目前我国新型职业农民规模 已经超过一千四百万人 到2020年 这个数字将达到两千万 农业 从刀根火种的远古时期走来 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行业 四季轮回 甲子更替 作为第一产业的农业 在近几百年来的数次工业革命中 一次次战绑出不朽的产业奇观 在当下互联网革命的大潮中 一批带着互联网烙印的 中国新农民 应运而生 由CCV7农业节目聚焦三农栏目 农视网和互联网平台 共同发起的丰收心愿征集活动 从2018年8月31日起 在全国范围内开展 大家踊跃参与 纷纷给我们发来了自己的心里话 下面咱们就一起来看一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放松 我快乐 我放松 我快乐 我放松 我快乐 我本身 活快乐 那接下来我们这个农家小院 将迎来最后一批客人了 在他们来之前 我们先来看一个小片 这个小片可是跟我们的客人有关 一起来看 我从浙江宁波过来的 广东 佛山那边的 我是从山西那边过来的 这个房间我听是很有个性 网红民宿 网上可难订了 五星级酒店要贵了很多 有点好奇嘛 就是看看是不是跟网上说的一样 白天可以听听竹林的这种流水声 然后晚上可以躺在院子里面 看看星星就感觉还挺好的 房间比我想象的要惊艳很多 这个院子的话 我们周末的价格在7800 我是提前一两个月 才能订得到房间的 平时在五千六一晚 刚才的这个短片 给我们留下两个悬念点 就这样的一个民宿 看上去也不是多么豪华 平时一晚上就要五千六 周末的时候还要七千八 还听不上 说这个地方以前住的不是人类 你看说来就来了 对 来喽 看看要给我们解开谜底 来来来来 欢迎欢迎 不几家解开谜底 还要好吃的上来 来来来来来 这是直接就端着这个红烧肉上 这是选门炖红烧肉 我们说干山最有名的叫笋干烧肉 那重点是笋干 不 我就喜欢这红烧肉 咱们吃这个汤 先先山上去挖 然后马上先做 特别好吃 这个菜 果然好吃 然后这个菜也是我们的客人 逼点的一个菜 特别特别受欢迎 这光顾着吃的 我都忘了介绍客人了 我的客人不重要 还是个肉骨日 我跟你说吧 介绍一下 这位是咱们安徽朗坤 互联网有限公司的董事长 徐甄裕 欢迎您 刚才请咱们吃肉的这位 是浙江沫甘山一家民宿的主人 叫秦季良 刚才你念叨了半天 今天那个民宿 就是他们来开的 我一见他 我这心里就害怕了 怎么了 住一晚上 周末就要七千八 刚才我吃了三块肉 得多少钱呢 今天分不成了 你也对了 不就是一个农家院吗 我看上去好像 虽然很有艺术氛围 也不是那么豪华 有人去吗 五千六一晚上 其实我们一五年 一六年 这个房间提早半年订 会比较合适 你三个月之内订很难订 我就不明白了 你的民宿到底有什么特色 能吸引那么多人趋之若鹜 原先这个房子真的不是住人的 其实是住那个租的 是养租的一个 租卷 对对对 就是个租卷 原先 租卷改造的民宿 对对对 是 要想提高 这个穿越的有点太远了 要想提高 你的这个住宿的这个价格 就要找租卷 这样的地方去盖一间民宿 就好像前后 人家改造肯定有讲究的 这怎么能把租卷改造成民宿呢 我们几乎保留了这个租卷的 原先的外力面 然后里面的是 我们是土的跟时尚的 国际的跟环保的 结合在一起 能不能具体的说说 土在哪里 时尚在哪里 土就是刚刚 国际在哪里 很多外力面 我们都是 原生态 原生态保留着的 这个我看到了 时尚的就是比如说很多 我们的家具 我们的设计理念 就是时尚的 不过我说了半天啊 你说风景这么美 条件这么好 这么个民宿 怎么会跟猪圈联系在一块儿呢 怎么会啊 对啊 这个你们还真别不信 这就是原先那个猪圈 改造前的这个模样 就是这个样子 这个原先那个猪圈是吗 对对对 就这个猪圈 这是真猪圈 原先下面就是有猪的 我看那个墙都是露着眼的 那是好奇的一个猪圈 然后我看到照片 仿佛能够闻到猪圈的味道 那最开始是怎么想到 把这个猪圈改造成民宿啊 其实我们当时 墨根山周边啊 很多的 原先的养猪的地方 可能是养船的地方 还有那些 有点污染的小厂房 其实那时候挺多的 那时候环境污染也重了 我们当地的政府 潘宝医师非常强的 退要进山之后 然后把这些厂都关停了 这些租圈就闲置下来了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 需要找一个新的 这样的一个门路 对对对对 然后我们不光我一位 可是我们这样一批人 在木干山 把这些闲置的老房子 改建成现在这个样子 甄育他是做特色小镇的 其实我觉得你们两个 是不是可以交流一下 互相彼此有什么特点 对 农业的发展的过程中 以前我们定位是要一产 实际上后来的话 我们又再加强了 二产或三产的这种联动 所以农业自然就跟理由相结合 在发展农业的同时 要加理由 加文化 加体育 加休闲 养老 各种产业上去 那么我们就一产 二产 三产 就联动起来了 那么在这种基础上 我们觉得 就是在我们的农业的发展观中 要加上这种 互联网的这种思维 特别是互联网 各种技术来支撑 那这互联网 现在体现在哪里 第一个我们提出的讲 用一条线来迁移 主要就是讲 用信息化的手段 刚才你看到的 我们讲木干山 它在传统的意义上 把一些旧的 成量的房屋进行翻新 加上一些艺术的元素 它就可以推出 那么我们一条线牵引的核心是 用信息化的手段 在你这个有形的东西 加上无形的网络 来贯穿始终 那么在农村发展好的同时 才能吸引新农村回来 新农人回来了以后 新农业才能发展 这叫山农的统筹 那儿呢 刚才那个民宿 我看到了生活 然后呢看到了生态 生产 生产 是不是现在还保留着 一定的农地 田地 有有有 我们周边其实有很多的 山林台地 包括很多的田 还是保留在那边 有些老百姓 还是做那个事情 他们把这些物产 相对比原先高的价格 卖给了我们 我觉得是这个一个很好的一个结合 你看生活 是包括现代化 养猪也是生产的 对 它都没有博士 生活生产生态 对 然后又有山农 还有山产 还有山产 你的这个理念 它就是你活生生的栗子 栗子 所以那么在这个技术上 我们又提取五物化管理 那么就是从 新西化的手段过程中 第一个我们加强基层档件 把绿色产业和红色档件相结合 第二个我们加强互联网加政务的发展 帮助我们的政务工作人员 能够用新西化手段便利化管理 细化管理 那么农物和商务大家也知道 就是怎么样教农民用现代化的手段 来种庄稼 种子养殖 刚才标准化养殖就是一个方面 对 然后商务就是用互联网加的方法 用电子商务 这个就把产品远销出去 全国或者海内外 最后社会化服务 就是顺应现在的乡村真心专业 再农村再加强智慧医疗教育 旅游文化体育等各种不同的社会化服务 这样就把社会局新农村 用新西化的手段拎起来了 我觉得刚刚他做的是这个面上的事情 我们是做了一个垂直的一个 我觉得真的有个很好的融合在里面 你看今天咱们的丰收来敲门 所有来敲门的每一个人都不一样 对 你看我作为农业节目的主持人 整天走村串户的 但是他们的到来 还是让我感觉到今天的农村 已经跟我们记忆中的农村大不一样了 对 所以他们今天就是带着自己 独特的丰收之乐来的 所以咱们请他们说说 是的 小千 你的丰收之乐是什么 其实对我来说可能真的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我们莫干山真的真实地感受到了 真的怎样 然后我们也看到了可能是 村子越来越干净了 然后老百姓越来越富了 然后更多年轻人回来了 一个村子真的焕发出了新的活力 那乡村可以不落后于这个时代 又记得住乡愁 我觉得将来我们的农村都是这个样子 那该多好 您来说一下 我感觉到这个上上下下 齐心卸力 尤其是社会资本 纷纷涌入到农村 这个广大的市场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的丰收之乐 其实这是村民发自内心的一种需求 我感觉 所以说咱们也把这个必须树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种理念 写进了十九大报告 所以说我们说乡村振兴是一个全方位的事 对 我们今天也通过丰收小院 请大家讲讲丰收的故事 就是让我们全方位的去感受一下 对 接下来我们再来通过一段小片 一起来了解一下 中国要强 农业必须强 中国要美 农村必须美 中国要富 农民必须富 这是新时代中国三农的历史使命 今天的乡村 一批批返乡创客 正在给乡村注入新的活力 今天的乡村 一座座特色小镇 一个个美丽乡村 正如雨后春笋般 在广袤大地上崛起 城乡融合 资源转换 人居环境整治 把生态资源变为生态产业 绿色经济正在中国乡村全面推进 一副产业新网 生态移居 相逢文明 治理有效 生活富裕的美丽乡村画卷 正在广袤大地上 徐徐展开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 也是脱贫攻坚的关键时期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开局之年 而在这样的时代节点上 国家势力中国农民丰收节 意义重大 在今天我们欢度中国农民丰收节之际 我们来听一听农业农村部部长 韩长富有什么话要对咱们亿万农民讲 这是一个属于农民的节日 这是一个欢庆丰收的节日 这是一个有中国特色的节日 这是助力乡村振兴的一个节日 就是对我们农民的勤劳 智慧 创造 奉献的一种认可 一种赞赏 一种点赞 所以它可以增加农民的这个幸福感 获得感 终于感 石油大提示乡村振兴 今年是乡村振兴的开局之年 今年也是首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我想这不是一般的巧合 这是一种时代的需要 历史的必然 同时我也希望我们的社会各界各个方面 分享农民的喜悦 支持农村的发展 来关注农业农村和农民 关注三农民 支持三农 形成全党 全社会 支持参与农业农村 现代化的这样一个局面 听了韩部长的话 我觉得咱们农民朋友 对于中国农业今后的发展 乡村的全面振兴有了更大的信心 没错 今天咱们的小院是热闹非凡其乐融融 大伙在庆祝丰收的喜悦里 体味着农耕文化的香醇 展示新时代农民的幸福生活 我们礼赞丰收 致敬农民 今后中国乡村广袤的土地将更加朝气蓬勃 咱农民的生活将越过越红火 乡村将越来越美丽 最后我们再次祝全国的农民朋友们 节日快乐 好 那我们这桌丰盛的节日盛宴已经准备好了 咱们开席 好不好 好 来 好嘞 来 咱们大家会一块 来 来 注意鲜皮奶的夹菜 对 好嘞 好嘞 咱们大家会ен继续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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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